乐园人员 中秋安康 昨晚的中秋晚会 群星会翠 共襄乐园之夜的文艺盛举 众多演员的跨界翻唱好听又养眼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有哪些女星的翻唱让你心动了 排名仅为个人想法 第五名 单依纯 单依纯和毛不易 两位音乐才子才女 在今晚的央视舞台上共同演绎了一首东北民谣 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次视觉的享受 单依纯的造型仿佛是月光下的神女降临 她的出现就像超级月亮下的凝视 让人一不开眼睛 在月影婆娑的灯光下 小丹的气质显得更加脱俗 她那如月光般柔和的眼神 仿佛能够照亮人心底的黑暗 让人在她的歌声中找到安宁 她的造型简余而不失精致 既有东北民谣的质朴 又不失现代时尚的韵味 就像是月光与大地的一次完美融合 月牙照人眠 纯媚月下见 单依纯在月光下的身影 如同诗画中的仙子 她的声音清亮而纯净 与毛不易浑厚而深情的嗓音相得一张 将东北民谣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 她的每一次微笑 每一个动作 都透露出一种清新脱俗的美 让人沉醉不已 舞台上的单依纯 不仅是歌手 更是一位故事讲述着 她的歌声 就像是月光下的故事 娓娓道来 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 仿佛置身于东北的大雪纷飞之中 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温暖和深情 她的气质 既有少女的纯真 又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这种独特的气质 让她在舞台上一一声辉 观众们对于单依纯的这次表演赞不绝口 她的造型和她的歌声一样 成为了今晚央视舞台上的亮点 单依纯用自己的方式 将东北民谣这首歌曲赋予了新的生命 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她的演绎 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总的来说 单依纯在今晚的央视舞台上的表现 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歌手的专业素养 更展示了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和深厚的艺术底蕴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是对音乐的一次致敬 也是对观众的一次馈赠 这样的单依纯 无疑是中国音乐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第四名 万熙 万熙和陈楚生在央视中秋晚会上 同台演绎的风吹麦浪 无疑成为了当晚的一大亮点 舞台上 微风轻浮 花瓣飘落 营造出一种朦朦又浪漫的氛围 仿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梦幻的田野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万熙的亮相更是让人惊艳 差点让人不感认这位熟悉的女星 当晚的万熙 重回长发的造型 给她增添了几分容美和优雅 她身穿一鞋亮片流金长裙 裙摆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摆动 仿佛是月光下波光淋淋的麦田 这一身装扮不仅衬托出她的高贵气质 更让她懒如从油画中走出的美人 美得让人窒息 万熙的妆容也与平日里的她有所不同 更加精致和细腻 眼角的微微上扬 让她看起来既温柔又神秘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故事 仿佛在诉说着歌曲中的情感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 与陈楚生的合唱更是默契十足 两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如同风吹过麦田 带来一阵阵悦耳的波浪 她们的演绎 不仅是对歌曲本身的诠释 更是对中秋这个传统节日的深情告白 万熙在舞台上的表现 无疑是对她多才多艺的一次完美展示 她不仅是演技出众的演员 更是有着深厚音乐功底的音乐人 她的每一次转型 都让观众看到了她的无限可能 这场演出 不仅让万熙的美貌和彩花再次成为焦点 也让她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更加立体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像是一阵风吹过麦田 带给人温暖和希望 这样的万熙 无疑是中国娱乐圈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 还是在音乐舞台上 她都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第三名 唐嫣 央视总台版中秋晚会上的唐嫣和李线合唱的《若月两梅来》 无疑成为了当晚的一大亮点 她们的歌声超致雨 让人陶醉其中 仿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舞台上 唐嫣和李线的演艺让人印象深刻 唐嫣的甜美笑容 李线的帅气身影 她们的合作让人赏心悦目 她们的歌声 如同童话中的魔咒 让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唐嫣整场晚会都保持着甜美的笑容 她的幸福知情易于言表 仿佛把幸福都写在了脸上 她的每一次微笑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快乐和满足 她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深情和真挚 唐嫣的甜美 不仅仅是她的外表 更是她的内心 她的笑容 她的眼神 她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善良和温柔 她的每一次表演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用心和努力 李线的帅气 则是她的魅力所在 她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自信和从容 她的每一次微笑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亲切和温暖 她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真诚和关心 她们的合作 不仅仅是歌声的交融 更是心灵的碰撞 她们的每一次互动 都让人感受到她们的默契和信任 她们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她们的情感和爱意 她们的歌声 如同童话中的魔咒 让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她们的舞台 如同童话中的世界 让人陶醉其中 无法离开 她们的演绎 如同童话中的故事 让人感动其中 无法忘怀 她们的合作 让人感受到了童话的魅力 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她们的歌声 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安慰 让人感受到了爱和关怀 她们的舞台 让人感受到了梦幻和美好 让人感受到了童话和现实 她们的演绎 让人感受到了童话的力量 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魔力 她们的歌声 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安慰 让人感受到了爱和关怀 她们的舞台 让人感受到了梦幻和美好 让人感受到了童话和现实 第二名 金晨 央视中秋晚会上的金晨与王阳合唱的清平调 无疑成为了当晚的一大亮点 她们的演绎 充满了东方韵味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古典美的世界 金晨的素盘发搭配粉色旗袍 一平一笑尽显东方韵味 非常有气质 有种大家闺秀的风范 她的每一次微笑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温柔和优雅 她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深情和真挚 随着清平调优良的旋律 金晨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身自轻盈 舞自优美 她的每一次旋转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优雅和自信 她的每一次舞动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活力和热情 她的舞蹈如同她的人一样 充满了东方的美感和韵味 金晨的跨界歌手身份 让她在演绎清平调时 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她的歌声如同她的舞蹈一样 充满了东方的美感和韵味 她的每一次歌唱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深情和真挚 她的每一次演绎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用心和努力 王阳的演绎 也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每一次微笑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温暖和亲切 她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真诚和关心 她的歌声如同她的笑容一样 充满了温暖和安慰 她的每一次演绎 都让人感受到她的用心和努力 她们的合作 不仅仅是歌声的交融 更是心灵的碰撞 她们的每一次互动 都让人感受到她们的默契和信任 她们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她们的情感和爱意 她们的歌声 如同她们的舞蹈一样 充满了东方的美感和韵味 她们的演绎 让人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 让人感受到了古典美的韵味 她们的歌声 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安慰 让人感受到了爱和关怀 她们的舞台 让人感受到了梦幻和美好 让人感受到了古典和现实 第一名 王楚然 王楚然和孟和堂一起在央视综艺版 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若月两眉来》 一整个被惊艳到了 视觉听觉双重享受 看了柳州季后 真的对王楚然改观了 她演技是真不错 以前被洗脑包给骗到了 不仅人美 演技好 唱歌还这么好听 台风也是非常的棒 大家觉得排的中肯吗 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吧 我感觉到这里的这些人感受到了梦里面 台风和树 在这里的一本子里面 我感觉到梦里面 就是三个人感受到梦里面 正在梦里面 一般中心的地方 配合到梦里面